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不好聽, 前方怎麼樣? 不好聽 汪水 Madam 昭浩他怎麼樣? 你叫他來的 車禍現場, 死就死, 傷就傷 你的不好聽還沒醒 是不是打算和我現在吵架? Madam, 我帶去哪裡 小心 人呢? 糟了, 病床刺了, 就是說病人已經… 他出院了? 病人過世了, 誰會這麼無聊 脫了一套衣服, 只好放在這裡 原來你剛才說就騙我的 李姐姐因為煞車被我流浪狗 被安全帶納爆肺 醫生剛剛幫你刺肺 我說傷就是傷, 是指你姐姐 死就死就流浪狗, 別誇大了 姑娘, 你知道那張病床 病人去了哪裡? 難道他偷偷地出院? 但他剛剛才貼肺 應該痛得很交關 還行動嗎? 原來痛到貼肺是這個意思 對了 你記不記得他有沒有說過 做過什麼特別的事? 之前他借了我的電話 打了去不知道一個什麼中心 找了一個什麼警察 知道我自己車身的狗 那隻狗死了之後 他就很傷心 不是這麼看不開嗎? 這個款式你知道他去了哪裡 他是一個狗癡 知道自己車死了那隻狗 一定是去警署自首 我們要幫他請律師 去哪裡? 很好, 坐 你去哪裡? 我留意到那隻狗狗狗 下身有紅色的惡露牌 牠應該剛才生了寶寶 我現在就要跟爸爸去試發現蟲 找回那些狗的寶寶 你真是撞懷過腦 那隻狗是哪些東西? 你去哪些東西? 我想包得一件事 所以先教他搜尋技術 還以為你做什麼這麼痛 都要偷走在醫院那裡 原來又是為了狗 阿聰, 你做得這行應該很清楚知道 狗狗沒有奶喝, 兩三明明是會死的 我已經撞死了狗媽媽 我不想害死牠們全家 我看你現在的樣子 我怕你死牠們還沒死 我也試過爆肺 做完手術經歷的是十級痛楚 你現在應該什麼都不要管 立即回醫院, 休息七天才好下床 我是痛, 但我不會死的 但那裡說的是幾條生命 你的狗瘋瘋得蠻混亂的 之前說那隻狗生氣了十幾年 現在為了一隻三五色七的狗 就連自己的命都不管 你知道嗎? 痛在你身上, 痛在什麼心裡 你根本不知道事實的真相 Biz對我現在, 依然是朋友 是家人, 甚至在一起 因為媽媽當年只會逼我讀書 結果我厲害得沒有朋友 我知道你厲害了, 不用每次提醒 我說的是事實 如果我不厲害的話 我就不會讓同學妒忌 也不會在學校經常被人欺凌 你也被人欺凌? 對我來說 以後上學最辛苦的不是讀書 以後要面對讓同學孤立、整鼓 但我最想不到的 是我回到家裡走, 向我媽媽訴苦 你會這樣跟我說? 我有說錯嗎? 在這個世界誰覺得自己可憐? 有困難就去克服 我也可憐 由你七歲開始 我就沒有肩負職養大你 把所有精神放在你身上 還栽培你入長春行名校 你怎麼樣? 你是私自轉舟轉校 有意不去讀獸醫 浪費了我十幾年的心血 我不慘嗎? 就是我當獸醫很失禮你 我不要這樣說 獸醫對很多人來說都很好 但那個不是你 你IQ103 You can be better 是你自己手浪費你的天分 我有權選擇自己想走的路 或者小時候 我不捨得其他媽媽這樣對你開口鼻子 但你身在腐蝉, 我也不見得舒服 而這條也不見得是我嫁給你爸爸 那時候要走的路 但我當時只是個小學生 你就罵我不行, 還說弟弟蠢 你不明白我 沒有, 所以我只有和小動物談心事 之後你領養了Biz 他成為了我唯一的好朋友 和我的親人 但你還要催谷他 他明明已經退休了 你還要逼他捉賊, 結果他死了 所以我完全不能理解人這種動物 你叫我做醫生醫人 我根本沒有這個動力 沒有這個熱心去醫好一個人 是你令我對人沒有期望 你經常想我做醫生 但也是你令我做不到一個好醫生 你們幾個是什麼人? 選馬小姐這樣… 麻煩你幫我趕他們走 麻煩, 請 是 我是中衛堅CSP 現在懷疑馬小姐和一宗交通意外有關 要請他和我們回去協助調查 馬小姐, 你有兩個選擇 一天回醫院休息完協助調查 一天馬上回警署協助調查 馬小姐, 我不能跟得你回去 我要踢死巴打 整個漁護處捉狗隊的隊長 和警隊精英都在這裡 這次你不用擔心 請上車 馬小姐, 你不是做漁護嗎? 我自動物最擅長的 閉嘴, 八大 是我的狗, 看路啊, 大哥 這些誤會, 我不要再有第二次 隨便都是你 你叫巴打, 你又叫巴打 你叫旺財不行 拜託你又不是那麼小器, 巴打 我說你, 巴打 人家整個瓶子被你拔出來 那廢一下你也不行嗎? 他只是廢你而已 你沒事吧?你想拔出來外的肥狗嗎? 我真的剩下了 我只是想爆一點拋 不過, 我以後知道 如何對付這壞狗 你別亂來 你試試欺負我姐姐的巴打 你我巴打我都沒話說 好, 姐姐, 不是不好提的嗎? 我怎麼知道我姐姐 原來有這麼坎坷的過去才行 話說回來, 她也很傻 你被人欺負了 怎麼不跟我這個弟弟說? 我知道, 你想說我不夠他聰明 不夠他聰明 就是因為我的缺點多 如果我的缺點多, 他跟我說 我一定可以幫他出頭 好, 只是問一聲 缺點多, 又怎麼幫你姐姐出頭呢? 我是說我粗行分缺點多 所以當日說不太多 其實你姐姐的人這麼高鬥 怎麼會讓小朋友知道 值得懸弱一面呢? 我經常以為不准提, 把我姐姐疼好 令我姐姐經常懶得哩、懶得 誰知道原來她是聰明得沒有朋友 想起我IQ一百三十五也沒用 這麼快樂的 像我一樣, IQ一百除三點五 帶我快樂 好了, 從今天開始 我代我姐姐生我不准提那份 你真是想幫你姐姐的 你現在應該盡快幫完結她的胃圍 好, 心願 這種誤會, 我不要再有第二次 美容, 我要去找相處 我愛你, 我愛你 我愛你, 我愛你 這攤應該是舊比較多的血 筆紫, 上去 來… 搜尋… 搜尋… 阿托, 你在挖動 可能一隻狗會在裡面生小孩 因為狗最喜歡有遮蔽的地方生孩子 來… 去吧, 搜尋… 去吧, 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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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尋 搜尋, 搜尋, 搜尋 真聰明, 要不讓你一年這麼囂張? 我還是有的, 我也就別讓你一年來 不讓你一年來iyor 她就已經爽快了 沒想到你過來 如果別讓你去吧, 她就這麼囂張了 先來, kad Flyh, 天神明, 搜尋這個地方 沒想到, 海完 好, 楊。 姐好, 可愛 好, 可愛 而且, 開心, 可愛 juk, 但是, 可愛 啊, 可愛, 可愛 來…有奶喝,有奶喝 這麼快的狗和小孩搶著,你知不知道醜 回家… 不喝…別吵了 家姐打來的 肯定打來感激我們 你怎麼可以給六個月以下的 幼犬喝牛奶? 不喝奶難道吃餅嗎? 不,我看小片都是這樣餵的 狗仔需要喝的是高蛋白質 高脂肪和低乳糖的狗奶 牛奶是低蛋白質、低脂肪和高乳糖 正正是相反的 如果你讓狗仔喝牛奶,會引起輻射 嚴重的會引致死亡 這麼大劑? 當然是牛奶喝光了 牛奶喝光了 牛奶是救了他們一命 六個月以上大的狗 搶葬功能已經成熟了 喝了最多會肚子 牛奶喝光了 爸爸 你還餵活這麼好,沒有這種常識嗎? 你可能是負責捉狗的,是嗎? 如果我知道,我就做手衣 不要吵了, 好嗎? 嘿, 嘿, 先別吵 你們儘快帶小狗去… 我辦公室 櫃裡面有些有犬專用的奶粉 記住要用熱水徹底清洗奶醇和奶醉 再用60度的嫩水去沖開奶粉 比例是奶粉一, 嫩水六 餵之前滴兩滴在手背上看看辣不辣 每天餵四抽或者以上 每餐不可以餵太飽, 這樣吧 我還以為這次厲害, 姐姐會稱讚我 你真可憐 頂住她 又是姐姐 怎麼了?吵舌頭再吵一會兒嗎? 怎麼說不定她會懂這三個字? 怎麼了?她爆粗嗎? 我現在真的想爆粗爆這三個字 不是那三個字, 你看 謝謝你 我姐姐還沒同時跟我說謝謝 不…你快點拿個電話給我 我現在要自拍這個歷史四季時刻 你夠了 真的嗎? 聖哥, 廢山… 聖哥 廢山、廢泰 細菱, 祝你們的吩咐 廚房的牆就拆掉了 然後再把雲石地下廁所的玻璃門 一定可以準時起貨給你們結婚 謝謝 師父 是 我還是不要開廓廳了 你幫我建一座牆變回鎖廓廳 雲石地板也是, 不要再安裝雲石了 我想安裝木地板 廁所上拖門也是 不要玻璃門, 要做木門 材料費我會再給你 那豈不是重新再裝修了 為何突然間把東西都改掉 我想過了 緊接著打電話, 你先聊著 怎麼樣?暴龍 黎小姐 什麼?和你沒有店頭? 要多給我一倍時間 不是吧?拆少許東西, 要多給一倍? 小姐, 你現在整棵牆拆掉又要重建 水管、電箱鋪過不用時間 小姐, 這些是錢 就算是玻璃門還是木門 你們還是要安裝的 怎麼說要多花一倍時間呢? 你說是不是? 小姐 今天認人才是玩失蹤 女兒一定是讓你兒子想起 之前幫我家裡裝修過裝修師傅 說改就改, 只是收好五分一工錢 那你就找那個師傅替你修了 是呀 你現在是什麼態度? 怎麼樣…那個好賓還怎麼搞? 廢先生, 我看我跟你太太 也是談不完結的 現在是三點三 幫我們喝完茶回來再談吧 行嗎?行嗎?行 怎麼樣? 香港又不只有他們一間裝修公司 你不如找找你的朋友 看看有什麼好介紹 還有, 之前不是訂了一個布藝梳化嗎? 我們不要了, 我想過, 還是用真皮好一點 還有, 之前訂了一輛車 我也不要了, 我想換一個 又換車? 待會看完車 我們再去寵物店, 看看小狗 又看狗? 我們上個星期不是已經用撇除法 由品種、大小、性格 篩選到最符合你要求的芝麻花嗎? 現在又重頭來過? 但是我認真想過了 我覺得還是養大狗好一點 你不是想買什麼才去買的嗎? 那我現在就在想, 我還沒買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說這幾天我陪你到處走 但到頭來一樣東西都買不到 我會覺得很浪費時間, 很沒成就 很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女人買東西一向都是這樣的 我不相信每個女人都是這樣 廚房開放還是閉嘴都沒所謂 你豈不是在蘇斯坡買外賣 回來當自己煮嗎? 有個微波爐就行了 你這個人就在這裡 但是你的心就不是 只顧著警察罐的事 讓我自己跟他們談 你明知道我很喜歡這份工作 但是為了你我也辭職 我為了你做這麼多事 你還想我怎麼樣? 我只是想在警察生涯完結之前 好好地完成手上的案子 好頭好味有個圓滿的句號 那你就是現在為了我犧牲了很多 但是我不懂得體諒你, 是不是? 是 你真厲害 怎麼樣?寶露, 我馬上回來 不是, 趕著回警察做完事 沒空, 你繼續 你不想跟我繼續走就直接說吧 夠了, 克林淑智 我不想你怨我一輩子 你這麼喜歡當警察, 你去當警察吧 我們不要結婚了, 你回去找巴打吧 你說的 我本來是不是 找到了他那時候, 他是怎麼樣? 輝柴Sir, 有什麼想說, 快說 不妨礙我, 替我把我刺到太陽 坦誠陪你去報告玩這麼好嗎? 之前我跟阿成吵架, 只說對他出來 現在我跟他康復了 你不是真的相信我會幫你,是嗎? 總之今天抓不到坦誠 我一定認識你所有人都知道 費神經理出了名字是好人 你不會想留下我 但是今天我的心情是非常不好 我很想破例,不要嘗試抓著我 抓著你?是不是真的這樣? 我贏了 是不是想我告訴你襲警? 費神,幫我洗澡 這裡是安定銀行打泥 費先生,你把附屬卡卡主 黎淑芝小姐剛剛簽了一宗 二十萬零八千的交刑 什麼? 知道了 你到底是否肯指證一下? 我什麼都不知道 好 我就打給你米飯班主 畢竟是讓他知道你和坦誠的東西 不要,大哥也會打死我的 知道害怕嗎? 輝柴Sir,你不會想弄死我 又怎麼樣?又晚上? 知道了 阿Sir,沒時間再跟你糾纏 要是你就東南坦誠出來 要是我就打給大老東 不要,花宅Sir,我求求你 你也不想第二天在海邊幫我撿屍 為了這案子,我和我老婆反大臉 她在不夠三分鐘之內花了我四十萬 但是你還在浪費我時間 你叫我,我怎麼同情你 來… 誰 黎淑芝,你給我出來 好愛 黎淑 芝 原來如此 那我不怪你再進來我的房間 真不好意思 不過我要怪你 怪我開張附屬卡給你二姐姐 自己拿來壞了 這股子言,但我很想說 你和二姐姐一起做了幾年 你還沒想到她邏輯思路嗎? 坦白說,我從來不覺得她做事說邏輯 亦談不上有思路 我二姐姐就出了名貪錢 正正因為她探錢 所以才不會胡亂洗錢 你們結婚之前她撈你的卡 她當然是開心的 但是結婚之後 你的錢也就是她的錢 所以我可以很肯定告訴你 她的一臉撈你的卡 心一臉癢癢痛 是不是真的? 你見她猛敬我們 和姐妹團的禮事就知道了 其實二妹為你做了很多事 你跟我進房間,我給你看些東西 來吧 她最近每晚都顧著網上,這麼晚睡 還不懂得調查我 就是為了找這些資料 還有這些 你現在知道太遲了 還有,你根本不是真心喜歡這輛車 因為只有兩門 你要的,是一輛方便安裝到一家大小的車輛車 不然之前你也不會選一輛轎車 這輛車沒有車輛座位嗎? 那我買兩輛吧 她一直猶豫我辭職的決定是否錯 一直在原地踏步 連買結婚戒指,哪兒密約 生幾個小朋友都沒想過 誰知道原來你為我們的將來 已經想到這麼遠 我還這樣發你脾氣 對不起 你這麼多的了嗎? 那些案子,我已經交了給暴龍 因為全香港的賊 都有其他的警察去處理 但你我老婆 就只有我一個人 可 二 成 你很變態 這支槍 跟了我十年, 從來沒令我失望 但我想起我未來的拍檔 那隻烏烏 他扭計又要哄 他餓又要餵他 他在大小二便又要我撿 但你卻不同了 只要我餵飽你, 就會聽我的話 阿姨, 如果真的有來生 我一定會跟你在一起 你訓練完出來走遍 豈不是有一支新槍 那怎麼辦?到時候我拖了一隻狗 就是我要把我的槍分一半給他 我們不用這麼誇張, 你轉部門 你又不是劈砲 重點, 我跟你說 他招君體也相同 你為了二妹劈砲不幹, 大閃張智 我看你交槍那天會不會哭得 口水被看得出來了 你很滴滴 幹什麼?你又幹什麼? 你別走, 你自己走就算了 你還… 走快點 你快點, 快點, 快點 現在會不會經常走一點 走得沒有, 沒一個 我家裡的梆梆 整個梳化這麼大, 一定會給你 要給我才知道 你們還在爭論嗎? 分當假的那天, 你不是爭論了他嗎? 不是吧, 火水 我的梆梆是Shedland sheep dog 又怎麼會… 忘了你什麼狗 我們已經同一班了 到時候會有自己的警犬 就拿自己的警犬來鬥 不過我覺得我有一隻英女最堅忍 歡迎你加入, 這場註定是我贏的比賽 這麼認真? Wing Sir… 我是負責Money Team的沙子燕盧比杜 在你們做Demoon的這半年 是由我負責帶著的 現在先帶你們去沙嶺那邊走一趟 是, Sir… 在入沙嶺的頭半年 你們還沒有狗牽著 要先做Demoon工作 學會怎麼照顧狗 魯Sir, 我想問問 為什麼這麼有趣叫Demoon? 以前PDU的頭是外國人 他們叫洗狗房, 放狗 做運動, 這些叫Demoon 老前輩叫叫叫, 就變成Demoon了 現在師兄會示範如何清洗狗房 首先, 要攪拌中閘 給一隻警犬過去另一邊 然後再下閘 接下來用清水清洗狗房 記住千萬不要用洗潔精 因為怕狗會吃到 之後, 用刀刷刷乾周圍 橫頭每天起碼洗三次狗房 我們當然不會只洗一次這麼少 畢竟警犬的醫藥費可以很貴 環境乾淨一點 狗的病痛自然也會少一點 每間犬舍都會有疏洗房 給大家和警犬疏、洗、抹擦 狗是不需要整天洗澡的 每兩個星期洗一次就足夠了 洗完之後, 記住用吹風機 將狗毛徹底吹乾 至於用暖風還是涼風 就要依據當日的天氣再作判斷 首先, 用刀梳梳順毛 力度一定要適中 順便可以幫牠們拯癢 這幾件事如果做得好 狗梳乎自然就會增進狗的幫助 來吧, 警犬是工作犬 犬種本身需要大量的運動 你們每天都要帶牠們散放 如果下雨的話 就要帶牠們來這裡跑步 我們的醫療中心設備很齊全 有放射室、X光室 診症治療室和手術室 每逢星期三 餘護處的獸醫都會來診症 你們照顧的狗如果病了 就要找我預約了 嚴重的病狗就需要做手術 診治後就會送到康復室 再送到隔離犬蛇 然後大家就要好好照顧牠們 我們平時的狗粗得這麼行 當然也要讓牠們輕鬆一下 游泳、玩球這些都是不錯的選擇 還可以帶牠們來這裡跑龍 牠們自己懂得玩 這部叫八爪魚 主要是Train Search Dog 自在增強牠們找東西的走路 原理很簡單 放一些牠們喜歡的東西 例如玩具, 放在空罐上 然後讓牠們像玩尋寶遊戲一樣 就這樣玩 之後就會增加難度 從開蓋到蓋蓋一直一直讓牠找 到最後會轉出來讓牠找 我看著牠們, 你們做完基本訓練之後 都要走一陣步才有機會碰搜尋狗 剛才我所說的就是你們每天的工作流程 沒問題的就可以立刻開始 Sir, 我有問題 剛才說過做地盤被Odapar狗住 什麼時候可以選狗? 在你們做地盤工作兩個月之後 是訓練和支持的林Sir 會選一隻表現和個性都適合的狗 而不是你自己去選的 我希望魯Sir和林Sir反映 不要因為我是女孩 做一隻嬌蝦的狗拿給我 勇猛的狗功, 我一向可以處理 這些事讓你們做完地盤工作之後 再談到未遲 大家還有沒有問題? 魯Sir, 我去做地盤的時候 可不可以不穿上身衣服? 因為生理空氣夠新鮮, 陽光夠猛 可以順便做心巴蝇嘛 當然不可以 不過也是為你設想的 免得你給沙嶺的蚊咬到你貧血 謝謝, Sir 沒問題吧? Sir, 我想問一下 聽到地盤這麼多事要做 請問Odapar我沒水? 會 大家休息十五分鐘之後, 正式開工 是, Sir 那就是了 來, 看我吧 人家在那裡沒那麼多性格 會 快點 快點 走 去吧 去吧 這邊… 你回來了 這邊, 別跑 你退役而已, 你是PDU 你忘記規矩, 你… 走左…走左邊 左邊, 對, 左邊 不是分, 左邊… 別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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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跑 這裡, 去哪兒? 這邊, 走左邊 上去… 有什麼鬼, 大哥 算了, 走…不上去, 走吧 走吧, 去吧 去吧, 走慢一點… 快快… 收工 是, 不過看這個進度 你想下班… 我進度很好 不過是地本多工作而已 雖然人家說, 長命功夫, 長命工作 不過我習慣了, 今年的事才做 一小時之前我看見你 是, 拉著這隻狗去散步 你可以玩足夠久, 只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就是, 你真的很有心跟這隻狗玩 第二就是, 你沒有牠的苦 讓牠玩回頭 坐 好男孩… 好男孩 剛才你拉到牠的狗精那麼疼 拉到牠的頸會很痛 所以牠不受控制, 不跟你走 不是狗的問題, 是人的問題 那你是獸醫, 你當然不能去 山江和阿威家裡是養狗的 我那種叫輸宅氣跑善常 非戰之罪 好, 那用不需要我教你 兩招糞犬技巧? 你有沒有聽錯, 你會這麼好死? 我那種人最不喜歡欠名人情 上次你幫我救回豆狗寶寶 就當我這次還給你 好, 我那種人都不喜歡 人家欠名人情 剛才聽你這麼說 幸好你也有自知之明 知道沒有養狗的人 是會被有養狗的人輸蝕 原因是因為你親上 少了一股狗的氣味 自然就會少了一份親切感 那所以… 所以你就要花更多時間到那隻狗上 跟牠玩, 跟牠相處來補貨 對, 拋個球給Spike撿 讓我評估一下你的實力去到哪兒 沒問題 是, 撿個球 是, 撿個球 撿個球 這口令你怎麼把球給你吃 是, 你怎麼不吃呢? 好男孩… 你給什麼吃?這麼軟的迷藥 只是普通狗的零食 衰遺食 狗何止衰遺食, 還要貪玩和難睡 我教你第一招 你對小狗要像對小朋友一樣 你嘗嘗不要均勤式地叫牠 像我剛才那樣, 高百度地叫牠 不用這麼做作嗎? 我自己在學堂, 阿Sir也是這樣操作我們 會不會是因為你阿Sir, 把你當作人 沒有把你當作狗來訓練? 狗是不同人的 狗的心智最多等於七歲的小朋友 你嘗嘗學小朋友, 牠聽你自期 嘗嘗 Spy 你明白的 我真的沒有把你做的 但之前, 沒想到 你以為阿Sir 保密 k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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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食都拿走了 去看 還有一份 你能走沒有? 記者已經開始拍照了 早就說我沒有空了 但你不再次也不要緊 我才答應你 我知道你貴人是亡 但你知道記者是要看到你 才能再拍幾張照片 還有什麼我要知道? 霍先生開給女朋友的附屬卡 早幾天在一個小時內 撈了二百元 還沒進門就幫老公放血 看來我也要花點時間 陪這個女人 霍先生 你好,John 媽媽 姐姐Charlie 阿蓮 兒子沒見你一陣子瘦了 什麼? 真是替你媽媽肉赤 Cady呢? 別提他 這個臭女兒又玩失蹤 你有好命 有這麼乖的兒子 這麼大 還願意陪你去球這麼孝順 這個兒子真的挺值得的 警署叫你開工嗎? 不是,是Chill先生 女朋友嗎?漂亮嗎? 給伯母看球 他上攀樣班那樣拍的 挺好看 謝謝 蛋糕 好了…剛才要吹我一下 阿蓮,你跟伯母吹阿蓮媽媽 我先去下車,留下等你 你沒有喜青 你未來媳婦的底子嗎? 沒有,那阿蓮同事的妹妹 做警察的要查家就能做 變相就是幫我查了一個女孩子 我以為他身家清白 身家清白? 原來他是我臭老公 百年前看了一個鞋子 是銷子的妹妹 就是我當年跟你信 說給那個臭老婆 包他去上海出旅程的 你記不記得嗎? 你有沒有認錯人? 待會那個球結束了 你跟我回家 我給私家偵探應角輯照 你看過你就知道了 你好,伯母 這位是… 我朋友Charlie 坐吧 猜不猜到今天為什麼叫你來? 誰猜你不是打算這麼老套 付錢要我離開阿蓮吧? 你看了這些事再說吧 為何你會有這些照片? 那位是我老公 那些照片是我找私家偵探拍的 現在看也怕不用他付錢你 也會自動自覺和我分手 這件事不是你們這麼想的 八年前,我在鞋舖做銷售 當時認識到那裡的熟客 Mr.Brown 之後金融海嘯 我炒洞股票 欠了人百萬 還被人追數追到他的店 Mr.Brown剛巧見到 就向我提出了一個 Indecent Proposal 說只要我陪他出旅程 他就會幫我填了筆數 我怕筆數會再拖下去 會連累到家人 所以就答應了Mr.Brown 這個旅程令我明白到 有些人天生註定 吃不到這行飯的 怎麼搞的? 所以我根本沒有完成 這個Indecent Proposal 其實我信不信你不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我兒子看到這批照片 會相信我真憑實據 還是信你的口說無憑? 阿廉他一定會相信我 好,那我就給你一晚時間 跟阿廉談吧 我也很有興趣想知道 我兒子會不會相信你 好,那你等我 壞消息吧 你幹嘛給他時間? 你直接給阿廉照片看就行了 阿廉一直覺得我對這個女孩偏見 阿廉,如果這件事我揭露出來 不僅他傷了母子情 說不定會令他們兩個關係更好 如果阿廉真的相信他的話 男人醉嫌疑這件事 阿廉是男人 但是還是男人 怎麼會不生氣? 你還不行? 很少分 我很少把寒心 讓我想跟他越來越晚 我愛當你 那麼生氣 慢慢見 我們今天不太好 我愛當你 我愛當你 如何 灰色是不想说 蓝色是犹豫 日漂泊的你 狂烂的心 停在哪里 写信告诉我今夜 你想要梦什么 梦里外灯我是否 都让你无从选择 我就这一颗心 整夜都闭不了眼睛 为何你明明多了情 却又不靠近 听 海枯的声音 叹息着谁又悲伤了心 却还不清醒 听不说 至少我很爱